HELLO,HFA澳洲韻食 今天又和大家一起煮食 這次我們會煮法式洋蔥湯 我們一起來看看有什麼材料 材料包括洋蔥、牛肉湯、蒜頭、百里香、多士和芝士 第一步當然要先切洋蔥 切好洋蔥後,我們準備一個鍋 加少許油 接著就炒我們的材料 首先要炒香蒜頭 以及將洋蔥炒一下 炒香蒜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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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啊,說起洋蔥,不知道大家記得以前有一首歌,又是叫洋蔥呢? 我看Youtube上的資料,原來已經是十年前的事了 時間真的過得很快 洋蔥是不是也要炒十年了? 那又不用了 我們最主要炒到洋蔥帶金黃色,淋身就可以了 就像這樣了,是不是就像金黃色一樣呢? 其實一邊炒的時候,我們要加生粉或者Cornstarch 務求炒到洋蔥金黃色之餘,就像是有點糊糊的狀態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啦 接著就可以下牛肉湯 之後再加一條百里香,提升一下香味啦 然後吸蓋鍋煮滾 滾啊滾啊,哇好香的洋蔥味啊 避免會黏底,我們不時都要用筷子或殼去攪拌一下 作詞・作曲 李宗盛 大概煮了5分鐘後,就可以加黑胡椒和鹽去調味 了 作曲 李宗盛 再煮一會後,洋蔥湯就完成了 再煮一會 作曲 李宗盛 大家有沒有發覺,洋蔥湯的麵包 湯上面通常有一塊多士,或者是有些芝士在上面 這個時候我們就加一塊多士在上面 浸一浸,吸少少湯 然後上面再放些芝士下去 把整碗湯放進光波爐或焗爐,焗熔芝士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? 好,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記得給個like、share這條片出去 給點comment,按一下小鈴鐺 如果還未訂閱HFA澳洲韻食的朋友 那就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好,我們下次再見,bye bye